图类给女人的忠告 男人天生喜欢征服 喜欢探索 当你让他一眼望穿的时候 他往往会对你失去兴趣 当你不眼不尽地站在他旁边的时候 他会把你当成一笔宝贵的财富 慢慢挖掘你的神秘 欣赏你的容颜 回味你神域 你在他心中 永远是难以捉摸 让他意乱神秘 女人就算再爱一个男人 都要若即若离 对男人要收放自如 下面有几句话 女人一定不要说 一 我愿为你改变 女人在爱情中 不要为了他放低自己的身份 你以为他会为你感动 可是你感动的只是你自己 即便你有沉于落雁的容貌 生活上面的女人 男人可能一时喜欢 时间长了 也厌烦了 更何况 你这改变自己来迎合他 最后可能 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又总会令男人另眼相看 所以女人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没有男人也可以过得非常好 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个性 二 你说的都对 都依你 在生活中 往往不听话的女人 总是有着自己做事原则和想法 她们的生活一直充满着新鲜感 不会让男人厌倦 这种女人往往更加能吸引男人的注意力 让男人的生活更有乐趣 如果女人只是一味的没有原则的百依百顺 非但不会换来男人的联系和尊重 反而会让男人更加变美加厉 不把你当回事 三 老公实在不行 我养你 这句话本意 女人是想通过自己赚钱 来缓解男人的压力 但是女人们要记住 男子汉男子汉 顶天立立 记得图雷老师说过一句话 很有道理 不要剥夺一个男人 做男人的权利 不要履行一个男人 做男人的义务 取而代之 只会让对方感觉羞愧和逃避 感觉不到自我 只有激励和引导 才能让对方 在成长的过程中 感觉到幸福 四 你就是我的全部 当你对男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 男人的内心深处 是排斥的恐惧的 因为男人的世界 不单单只有爱情 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充斥着他的世界 比如说 他的独立生活 事业朋友 理想 梦想 甚至男人还会想着 偶遇一次艳遇等等 总之男人的世界 是多知多彩的 当一个女人对男人说 你就是我的全部的时候 就会使男人感到非常有压力 因为男人和女人在一块 最希望的就是轻松和快乐 你这样说 无形中 给男人上了一道枷锁 在男人的世界里 没有一层不变 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 你的一句 你就是我的全部 会让男人觉得 对你负了太重的责任 所以女人不要对男人说这句话 无论你是有心的 还是无心的 想取悦男人的欢心 你的表达方式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